当战斗民族姑娘遇上了缅北诈骗会是啥事的呢 我是做梦也没想到 这我们全家办个回中国的签证还能被骗的盯上 这不最近要给这一家五口人都办理去中国的参亲签证 结果要是通过正常渠道或者旅游公司办理的话 那么至少要等好几个月 这一下给我家傻姑娘和梦尼老丈母娘整着急了 有病乱投医旁门左道 只要谁说能给办签证就信谁 结果就让这骗子趁虚而入了 这今早起来突然就接到一个匿名电话 自称能办签证还不用排队 主要这个女骗子对我们一家人目前所处的这种状况 描述的完全相符 结果我家那老板就信了 那开心的都蹦起来了 而且还在我面前邀功呢 说我总说他是小孩 这回怎么样把事办成了吧 因为打电话这个女骗子是个俄罗斯人 他俩在电话里头说的俄语 鸡了呱了的我也没听明白说的啥 所以我压根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匿名电话的办事人 根本就没通过任何亲戚啊朋友的纽带 而找到的纳斯家 我家的傻姑娘 那把护照都拍给人家了 结果就在交钱的时候 我多问了一嘴 我问纳斯家签证说好哪天给了吗 结果那老板跟我说 我要先交钱人家才给签证 家人们 我所有的祖国同胞们 听到这我相信 但凡是一个中国人 遇到这种打电话说 先给钱后给证的情况 那都会瞬间瞄懂 这就是骗子 但是这骗子我心话了 你还得多上学呀 难道你不知道俄罗斯这一个国家 有十一个时区吗 因为我们所在这个城市是远东 哈巴罗夫斯克 正常比我们国内时间要快两个小时 也就是说当我这是凌晨12点的时候 咱们国内时间还是10点 然后这个骗子也不知道是在哪个国家 哪个城市 非得凌晨12点让那老板给他转钱 结果我家这傻姑娘更实在 还问人家那女骗子 你不知道现在都半夜了吗 明天去银行给你转不行吗 要说这女骗子智商也是差点事 还反问了我家那老板一句 你是哪个城市 我家那老板更逗 还告诉人家他在哈巴罗夫斯克 结果就这样 等睡了一宿觉醒来 这个女骗子再次跟我家那老板要钱的时候 人我家那老板才反应过来 是不是相当受骗子 我认为她想要我骗子 因为她先说 她先说 你先赔钱现在 我说我先赔钱 她说对 我们想要赔钱 但她说我们现在试试 我向她赔钱 她说 你为什么有点时间 18.30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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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工作 她说 在哈巴罗斯克 我说 我说 这就是这种奇怪的 如果人家工作在哈巴罗斯克 他问 为什么 你现在18.30 这很奇怪 这不是正常的 我说 实在是太难了 本来这半个钱证就够乱的了 这骗子又来差一跤 不过最后我们终于找了一位靠谱的 名叫 索菲亚的俄罗斯姑娘 全家的手续都交给她了 每人一万七千路不 看到签证再给钱 因为旅游签证来中国最多只能待15天 再除去路上的时间 这来中国会个亲家 跟亲家还没得喝上酒呢 就得匆匆忙忙回俄罗斯 所以旅游签证是行不通的 那么如果是发商务邀请函的话 你要详细写出来华的目的 来华的时间和你要在哪座城市待 一旦你要去其他城市想溜达溜达 理论上你是不合法的 所以家人们 探亲签证是我们唯一也是最靠谱的选择 因为探亲签证才是最好使的 无论到哪限制最少的 其实你仔细想想 这也非常合情合理 那小老外都成了咱中国人的亲人了 那不就是自己人了吗 所以家人们 这回你们明白了吧 我们全家为啥要这么费劲的 即使提供再多的手续 也一定要拿到探亲签证 因为这可是咱自己人啊 这可是跨越几千公里 来中国会庆家的呀 啥也不说了 风里雨里 祖国等我们